大家好,我是大雄 来看看乌克兰前线战况 昨天俄罗斯再次出动了17架战略轰炸机 对乌克兰境内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 这次俄罗斯针对的一如既往 还是民用基础设施进行袭击 总共对基辅、哈尔科夫等居民区在内的目标 发射了110发各种类型的导弹 其中有10枚匕首和3枚口径巡航导弹 被乌军防空部队全部拦截 70枚巡航导弹中的59枚被拦截 虽然拦截率在90%以上 但毕竟导弹比较多、比较集中 超出了饱和拦截度 出现有漏网之鱼 无可避免对基辅、哈尔科夫等地的平民造成了伤害 因为俄罗斯与去年29人的那次袭击的目的也是一样的 针对的是平民目标 这些漏网之鱼还是砸在了民用设施上 据报道 目前基辅和哈尔科夫都有房屋被严重的损毁 和大量平民伤亡 具体损失情况还在统计中 再看看前线战场 巴姆特前线近日 俄军对伯赫丹尼夫卡以北的森林方向 进攻有所进展 大约前进了100至150米 伊万诺夫斯卡方向 俄军试图沿着T0504公路路段 和前阿尔乔莫夫斯克机场地区 向伊万诺夫斯基方向推进 但没能有所突破 昨天一条最新发布的视频中 乌克兰第93机械化步兵旅的BMP-2战斗机 正在向俄军阵地猛烈射击 30毫米加农炮近距离的开火 似乎是乌军在克里什基夫卡南侧进行反击 有消息说乌军第93旅 已经拿下了这里的俄军阵地 威胁到巴姆特南大门村 斯皮特内村外的阵地 俄罗斯人被迫将这里再次增兵 试图改善他们在这里的战术地位 安德列夫卡区双方互有攻防 东部防线库布扬斯克方向 俄军对辛基夫卡和彼得洛帕夫里夫卡 发动了11次进攻 军被乌军所击推 而乌军对伊万尼夫卡的进攻 也遭到俄军的阻击 歇尔尔斯克方向 俄军在托尔斯克东面 迪布洛瓦西面和南面森林区 组织了对乌军防线的试探性的进攻 军被乌军所击推 在北顿战茨克和方向 与辛基夫卡一样 只要俄军发动进攻 总是少不了进攻这里的卸裂不良司机林区 自从丹尼斯带领的亚苏12旅进驻这个防线后 俄军的所有进攻都会损失惨重 据乌军参在早间报道中说 一天来 俄乌双方在东部战线发生55次交战 俄军单日阵亡960人 摧毁坦克8辆 装甲车17辆 大炮30门 多管火箭发射系统4套 防空系统2套等 看来东线战场乌军防御严密 俄军连库平斯克的边都摸不到 南部加布罗尔前线 罗布蒂尼 维尔伯维轴线 曾是乌克兰夏季攻势中 最活跃的轴心线之一 但目前 双方的行动都大幅放缓 目前 乌军先头部队 从维尔伯维村 新普罗格比夫卡之间的突出部 主线第一阵地 及其以北地区后撤 使得整条战线 重新恢复成基本平行的状态 俄军顺势占领了 新普罗格比夫卡 以东和维尔伯沃伊 以西的多个阵地 面积达7公里 纵深达1.8公里 此外 俄军在新普罗格比夫卡 到科巴尼之间 占领了原来47旅抢到的部分战壕 看来 在乌军收缩战线的情况下 俄军又恢复了 罗伯蒂尼以西的阵地 现在回过头来看 在瑞内 在反攻开始四天之后 就放弃了大规模机器化进攻 确实减少了乌军的伤亡 但因此 失去了在2023年 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可能 按照美军 事先预定的计划 乌军应该在三个月内 打到亚树海岸 截断俄军东西走向的陆陆桥 但在第一天 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仓促进攻 导致实力 损失几辆西方坦克 被世界舆论疯传后 在瑞内就没有继续坚持 而改变战术 导致乌克兰下级攻势 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这应该是泽兰斯基 对他的工作不太满意之处 但这也给俄罗斯吸引攜带 提供了无限制的想象攻坚 各种阴谋论 喧嚣沉上 仿佛斯兰斯基与扎瑞内 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似的 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回事 阿富蒂夫卡仍然是最热的前线之一 在北翼的斯特波维村方向 经过三个月的反复拉锯 俄军依旧还在铁路东面 乌军47旅 让这里成为了俄军的战场噩梦 昨天 俄军开始转向攻击斯特波维村北的 诺沃卡利诺夫 诺沃巴赫木特夫卡 奥克瑞特尼一带 但仍然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交话场方向 目前战斗依旧停滞在污水处理场一带 乌军第110军团指挥官称 阿富蒂夫卡保卫战的每一天 都应该载入史册 过去24小时 俄军的进攻再次在遭重大损失后失败 但目前 俄军将主力转向了马林卡前线 俄军对马林卡北部 格尔基伊夫卡的乌军防线 发动大规模的炮击 预计近期将组织新的进攻 在西部的胜利村区 俄军分两路进攻乌军防线 新米哈伊利夫卡东面和南面 俄军出动装甲车 掩护步兵进攻 在东面区大约推进了200米 地内薄荷前线过去24小时 俄军将乌军 柯林基桥豆堡 发起了18次进攻 结果 拳头以失败告证 乌军在右岸炮火 海马斯和无人机的加持下 不仅最后将俄军驱逐 赶出柯林基南部和东部的森林 并在柯林基以南的小规模推进 取得成功 改善了乌坎部队的前沿阵地的态势 柯林基的这里的战斗 其实更有特色 借助自然公园的天然优势 乌军仅用几百人的部队 就阻挡了俄军上万人的进攻 迫使他们只能轮流上阵 在这里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 海马斯和无人机对俄军突击纵队 装备 弹药库 兵力集结地 防空系统 以及电子战装备的轰炸的信息 乌军的无人机部队已经开始测试 能否将防护网从25公里推进到30公里 另外战争研究所日前证实 俄军新组建的第104空防师 特别是其38和337空防团 将不得不从克林基地区撤出进行补充和修正 2023年最后一天 乌克兰曾经效仿以色列那样 对29日俄罗斯的空袭果断而坚决还之牙 发动了对俄罗斯本土比尔格罗德 莫斯科等猛烈空袭行动 可笑的是俄罗斯恶人先告状 居然第一个状旨上报联合国 趁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居民区发动了恐怖袭击 更可笑的是我们这里的许多人竟然相信这么低端的谎言 为什么说它是谎言呢 道理很简单 一直在追求北约化的乌克兰 所有的军事管理方式必定是按北约的规矩来 如果乌军像俄军那样有意袭击平民区 不但违反了北约军事化管理规矩 还可能会让西方因为巨大的倒影压力 减少甚至放弃武器支援 特别是在欧美内部 正在争论是否继续援助乌克兰的关键时刻 乌克兰更不可能违反这规矩 导致失去援助这一严重的后果 再者 有大量的视频 已经证实乌克兰袭击的是俄罗斯境内的军事设施 或军工制造部门 其实啊 去年29日和昨日 俄罗斯发动的大幅膜袭击 都应该是俄罗斯处心几率好久的冬季行动 却是完全针对的是乌克兰民用设施袭击 乌克兰境内多个城市平民区被击中了 不仅平民公寓受损严重 还出现了大量的平民伤亡 这都是有视频为证的 显然从人道主义层面讲 这几天呢 俄乌双方都使用了导弹和无人机 袭击了对方的腹地 而俄罗斯则承受更大的舆论压力 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谴责 从而导致国际园屋规模大幅度增加 这也反证了俄罗斯 在针对平民的袭击 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确有其事 而乌克兰并不存在 有以针对平民区的袭击 要不然这种反差怎么解释 世界人们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其次 在这轮袭击中 俄罗斯触动了多架战略轰炸机 使用了大量的成本高昂的 各种的导弹破坏性的特别强 烧掉了十多亿军费开支 都是因为俄罗斯 将所有的导弹家底都抖出来了 想言呢 这几天俄罗斯的大规模 导弹袭击事件 除了烧掉了十多亿军费开支 引起了国际人道主义的压力外 反而更让人们相信 俄罗斯现在是强弩之末 无以为继了 更加显现俄罗斯的虚弱一面 从而增强了欧美和乌克人 对抗的信心 何况现在正是美国和西方 将决定是否在继续援助 乌克人的微妙时期 俄罗斯此举充分暴露底牌 只会让乌克人和盟友 增加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据泰伍斯报报道 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正在全力以赴 试图在美国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 停止援助乌克兰的情况下进行替代 以便确保乌克兰赢得对俄罗斯战争 欧盟各国部长们 整洁尽全力 提高整个欧洲大陆的制造能力 以便他们能够将武器运送到前线 并争取一年内将普京击败 不管美国是否支持 在另一边 对俄罗斯支持势力每况愈下 譬如伊朗已经陷入在中东的战争中 焦头烂额自顾不暇 一个以色列就让他认怂了 其支持组织已经更是难成大旗 譬如哈马斯也已被以色列打垮了 难以拿到帮俄罗斯转移压力了 昨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公开发表 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的讲话 这也是以色列自2022年 俄乌开战以来 第一次谴责了俄罗斯 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导弹袭击 这大概就是世界大变局中的此消避炸 不知道普京会做何感想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